大家好我是Hunbong 本部影片來分享久違的公會大貿易相關的活動 去年在2021年的時候就有推出過了這個餅乾王國的過冬準備 其實在今年2022年春季的時候也有推出了餅乾王國的迎春準備 我們這邊的話就是根據活動我們這邊有捐獻我們的產品 就可以獲得所謂的名譽分數 根據名譽分數累積我們這邊的話就可以拿到所謂公會的全體獎勵 這邊特別看一下所謂的公會名譽的部分 我們這邊只要你完成到了20萬了之後就可以獲得我們這邊整個的豐富資源獎勵 接著的話還有所謂的這個產品的這算是許願啦 我們這邊的話特別附一張圖 這張圖的話是在我們餅乾王國迎春準備 那相關的產品是獲得配料碎片的 我目前稍微看了一下應該是沒有異動 唯一有異動的就是除了配料碎片之外 部分的可能那個許願單還會有一點點些微的經驗糖 就給各位玩家當作參考 那如果這張圖有異動的話歡迎在下方留言喔 我們這邊就是一直把相關的物資捐一捐 然後就可以獲得所謂的我們的除了配料碎片跟經驗糖之外 還有獲得所謂的名譽分數 所以這邊大家要盡量直接把它捐爆 就是你產品有多少 你就是點多少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考驗大家的農場能力喔 那你們也有看到其實我部分的那個彩屑已經快要不夠了 所以 就是能拿盡量拿啦 那這個活動的話重點就是獲得經驗糖 然後還有配料碎片算是蠻重要的管道 然後接著來看一下是我們相關排名資訊的部分 那麼這邊除了有工會排名之外還有貢獻排名 工會排名就是指全體的獎勵 比方像這邊如果你有到前1%的工會的話 就是可以獲得5000水晶嘛 前2%的話是4000水晶以此類推 然後還有貢獻獎勵的話就是 我們自己成員這一邊 還有所謂的貢獻度的排名 就是簡單來講就是看你自己農場的深度 農場深度越高那當然貢獻的那個分數就越多 然後在這邊的話就是依照成員的話是可以獲得些許的獎勵 但這個獎勵就參考就好 因為這個的話就是一個參加獎 重點的話是這個工會排名的獎勵 有水晶還有彩虹方塊 然後平常這邊委託的時候 就是這邊有個特定的大委託嘛 大委託的話他這邊獲得的是那個素材獎勵 那如果像這種小委託的產品委託 那這邊的話就是獲得經驗糖跟配料碎片 就請各位玩家稍微注意一下囉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個餅乾王國過冬準備的這個小小的影片 請各位玩家就是趕快把它捐爆 然後來拿一下你的配料碎片跟經驗糖 那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是木棒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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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